Hello 大家好,Re1です 好,这一次打算来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红币的兑换优先顺序这个话题 主要就是最近其实发现有蛮多的朋友在询问一下 关于红币的使用 然后对于红币来说 我个人最最最推荐的始终还是以换限定LR为主 其他UR的限定就看各自的喜好 或者就是可能大家是实力党的话 就换自己比较觉得强力的角色 入境队伍可以直接很好的活用 或者就是刚才说到的 你对这张角色很有爱 你很想要他 那么直接换下来 你换了你会开心 那么就没问题 因为毕竟我们爆裂击战是一个单击游戏来的 完全不需要跟别人比拼强度 而且就是长时间玩下来的话 慢慢慢慢强力卡我们都可以入手得到啦 对于换这个红币的角色方面 最优先就是以有爱为主 再来就是限定LR 然后再来就是限定LR或者就是实力党 这么个样子啦 那么这一次跟大家所做的那个推荐角色 我是按照比较讲 实用性来讲 就是今年2022年过后啦 比较好来使用 这个样子 虽然说未必会到非常非常的正确 但是就给大家一个大概的那个概念 什么角色啊 什么来换这样子 总之我就是分了大概五个顺位啦 大家就按照这个顺位来看 第一顺位当然就是最实用的 而且也就是全游戏最值得的 然后慢慢这样退回来这样子啦 讲是这个样子讲啦 可是始终还是那个喜爱点为最重要啦 那么这边的话 首先就从第五顺位开始啦 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四个角色 其中大家应该会很好奇 排骨饭为什么会在内啦 老实说排骨饭这边 我其实还蛮有意的 可是有他啦 确实是在今年会好打很多啦 首先他在七周年红神双人的队伍里面 其实是蛮重要的 作为普助 可以作为普助 然后他本身又有一个鬼魂的效果存在 这两个点啦 都是用来打现金的关卡 非常非常有用的 尤其是那个鬼魂的效果 像当初嘛 就是布罗利七周年刚刚推出的时候 这个排骨饭带来的帮助就已经非常大了 然后去到其他可以回避的关卡 他的实用性又更加的高 所以我会把它安在第五顺位啦 就是一二三四顺位的角色大家都有 然后对于过难关 或者就是说可能第七周 七周年的红神双人队 又觉得好像会缺了一个角色 那么这张排骨饭 大家是可以考虑的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17 18号啦 技术这一张 这一张的强度其实是没什么好说的啦 本身就是一回合 没有任何条件的鬼魂效果 这个就是超级有效的嘛 然后他本身的个体能力 个体性能也是非常的高 因为刺足强化再加上本身自带转足 这个是很棒 最后还有就是气氮系无效 这个是虽然有一点点的小条件 需要血量35%以上 但是整体而言 就是一张非常非常棒的卡 没有开路都很好用 火力也强 防御力也不弱 应该说防御力方面 算上气氮系无效这一个点来说 已经是非常棒 比如说在布罗利 Retrozone布罗利的关卡 进入第三阶段过后 全部都是气氮系的必杀 只要可以把血量维持到35%以上 他就是绝对防御 真的是绝对防御 非常非常的优秀啦 然后这两张是第五顺位的其中两张 然后另外两张的话是2021年末双卡机的 变身超二 赌超三悟空 还有就是吉利的小蒲 这两张其实比较常用在 就是作为队员的存在啦 因为他们本身的队长剂 悟空的队长剂其实还不错 小蒲的队长剂 因为防御力只有130%的情况下 有时候使用起来会蛮辛苦的 有时候使用起来会蛮辛苦的 不过因为他们两张的本体都非常强 就算是没有开路 本身都是有自带连机 并且就是中确立必杀效果 会有机会触发到 然后没开路的小蒲 如果补上一个五连机的营气能力给他 就有机会散发必杀 虽然说在彗星方面也是很需要 可是他本身就是 只要可以叠上来的话 没开路也是相当的硬 像悟空方面的话 就是连机彗星都带有 虽然不能卡一号位 但是就开了必杀之后火力有防御力也有 所以还蛮好用 尤其是今年的超难关上面 时常在其他人的队伍内 可以发现到这两位的存在 真的是相当相当好用的角色 OK这边就是第五个顺位 那么我们接着过去看一下第四顺位 第四顺位这边同样有四张卡 然后其中有两张是我没有的 黄金周的立交替父子跟树的变神赛如 这两张其实我都觉得还蛮不错 首先隶属的交替悟空的那个 交替孔就是交替悟空悟翻了 悟空虽然说本身的能力有一点点的小微妙 可是在可以回避的关卡上 偶尔会有相当的奇效 虽然说不能卡一号位啦 但是火力方面是OK 然后在他变身成交替主悟翻的时候 那么就是无敌啦 全属性格斗再加上超级硬邦邦 还有那个气弹系反击 就火力很猛 然后队长记上面的话 隶属空系普再加超级赛的人 虽然说他的30%那边是比较微妙啦 人造人那个赛如偏会比较少角色 可是单单就孙家跟超赛 就已经可以囊括非常多角色 有相当优秀的队长记啦 本身使用起来也算是OK 但是没有开路会稍微吃力 然后至于速赛乳的话啦 同样就是优秀的队长记 而且在人造人的那个篇章里面 他的队长记目前应该是最强的啦 然后再来就是他本体的战力也是非常的强啦 就是有自带联机自带会心就是变身到最完全体的时候 虽然说需要一点点的时间给他变啦 但是就非常棒了 整个队伍的结构也是可以强 像刚才有提到的隶属的小普屋 都可以进他的队伍内人工生命体嘛 虽然说吃不到200%可是 就算只有170排 那个是荔枝细手 sorry 不是人工生命体 是荔枝细手 糟糕 我有点小忘记掉那个浦屋的那个 不是浦屋啊 赛乳的队长记 可是他的队长记下囊括的角色是非常多啦 然后本体也是非常强啦 现在对于速赛乳本身而言 就只是缺了一张可以帮他卡1号的角色 等这张角色出来的话 速赛乳的队伍会更加的完整啦 然后再来就是摩达嘛 摩达本身就非常的硬 然后他的队长记其实还不错 只要就是北基达系普的角色 应该说北基达本身大部分都是有天才之 天才战士这个类别 所以把完整的北基达组成200%队长记出来 而且他还可以进入支付子的队伍 然后跟支付子的连接也相当不错 那么支付子1号位 北基达2号 摩达2号位 这个Combination非常的棒啊 都是硬帮帮的 开了必杀之后 防疫力高 然后吃了6颗族又可以达到50%的减伤 整体颜色都非常棒 然后再加上他的主动技啊登场动画 不管是在队长记上还是整体能力都是非常棒 不过也就只有到第4顺位 第4顺位啦 因为用起来偶尔还是会比较少 因为可以代替他的角色还是有的 然后最后第4顺位我会把柯拉逆奖摆在这一边 其实这张柯拉逆奖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啦 只不过因为就是他已经极限zack了 所以就是未来他的顶点就是这么个样子 除非官方再开极限zack中的极限zack啊 这类的东西出来 那么他还有机会再更上一层哦 不过就以他现在的能力而言啊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棒啦 如果是有抽到L2克维拉的朋友 然后又没有抽到这一张 已经花了很多龙石不想再拼的话 可以考虑换一张下来 这组在那个L2克维拉的那个队伍内 会是很好的普通 就算没开路也是非常非常的强悍啦 而且他的队长技也是不错 虽然说只有170% 可是恐怖的增幅在家变身强化 可以组到很多很强力的角色 像我之前嘛就是有拍的一部 就是极细无属性的挑战 就是那个任务嘛 打那个最新的Retorzone 金属克维拉军团 就是用这个Kurani奖组出来的 队伍的结构也是非常棒 然后普助啊 本身的硬度啊都是很足够 没开路其实也没什么好担心 就是把他站在3号位来做普助也是优秀的 而且作为L2克维拉的工具人 最好的连接人那张 只要有抽到L4的朋友 然后又没有这张的朋友 还蛮推荐去换一下的 相当好用相当好用 OK 这边就是第4顺位啦 再来的话第三顺位是这几张 大家应该会蛮奇怪的啊 为什么季爽人会到这么高跟数爽人会这么高 我说季爽人在今年的 不管是进入是数爽人的队伍啊 还是超市爽人啊 红神爽人的队伍啊 都有他的一席之地啊 大家可以看到了在很多高难关啊 我用的队伍只要他可以进队伍 大部分都会带上他 因为他本身就有30%减伤 再加上可以看破队长计 除了Cellumax 他会很刺利之外 其他可以带着Wiz 的到这个减伤倒计的关卡 都难不倒他 配上Wiz 他多的可以去到70%的减伤 并且有相当不错的输出 然后又可以看破必杀 绝对的优秀 这个是真的是很优秀 他唯一比较难点就是四回合过后的合体 这个是小小的让人觉得有一点烦 因为有时候到了第四回合 刚刚好血量就被压到70%以下 这个东西就稍微会头痛 不过整体而言 他在今年的使用力上面来说是很高的 而且是很优秀 对于队伍的那个强化是非常棒的啦 然后再来素双人方面 老实说虽然说评价不是很高啦 很多人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可是我对他来说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不管是他本身的 本身啊 或者就是他的队长技方面 很棒的队长技 嗯 组合类别嘛 他的这个队长 Combination 再加上巨场版GROG 然后纯粹赛亚人的Extra 30% 可以组出非常强力的那个队伍出来 然后他本身的连接也是相当的优秀 怎么说呢 就像灵战 精益的速度 赛亚人的血 金色的战士 这四条全部都是加气连接 嗯 把它放在 红神双人的队伍内 他也是OK 然后红神双人 超市双人 进入他的队伍内 都没问题 而且连接上面 也是还蛮不错的 作为润滑技这样子的存在 但是比较麻烦的一点点 就是他的奋起条件啊 这个就是一直让我们口病的地方 所以在前期可能就需要花一点时间 为了他 然后先去被打那几下这样子 然后达到奋起 可是其实就算没有奋起啦 只有20%的那个减伤在 可是在可以带Wiz的关卡 达到60%的减伤的情况下 其实大部分的关卡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他都扛得起来啦 嗯 实际上来讲 在他做二号位或三号位 开了必杀季之后 都是不错的 大部分的关卡 除了CeloMax之外啦 我觉得都是可以用 嗯 而且在他的队伍内 其实可以组出一个 三鬼魂的队伍 排骨饭 祭鼠17、18号 还有七周年 物以卡的悟空奇奇 打到后尾直接三回合的无敌状态这个样子 鬼魂鬼魂鬼魂 就是这么的棒 他可以组出了那种各种各样 蛮优秀的队伍啦 好 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的 肌牛队长啦 这张卡 老实说 今年断出来 真的是 没得说啦 你要把它排位的话 至少是前几啦 Top3我觉得应该是跑不了啦 到目前为止啦 限定卡 U-L的限定卡来说的话 应该就是No.1没有跑了 哈哈哈 就以U-L限定卡来说 这张肌牛队长绝对就是 到全球活动 我们现在的时间段的 No.1 U-L限定 绝对跑不了 本身防御力优秀 队长级超优秀 极细的超优秀队长 诶 这等待 诶 怎么点不出来 恐怖的增幅 纳美克星边 横渡宇宙的战士30% 老实说 这个队伍组出来的角色 全部都是很强的 像L-L的克威啦 然后这次西线队的变身克威啦 都可以入队 当然变身克威啦 那个L-L佛格自己本身 也是有200%啦 但是就是进入他的队伍 也没有问题 然后大猎师 诶 也是可以进来 然后各种各样 其他的角色扑住 然后再来最重要就是 激扭特战队 一整个整体 完整性非常的高 基本上目前来说 只要开路数够高啦 我是有看到大佬 连Cellumax都已经打通关去了 所以就是 他可以把所有的难关过到完 诶 这就是我们 鸡牛队长的强悍 可是没有开路的鸡牛队长 去打Cellumax会很辛苦 诶 这个是真的会很辛苦 非常非常的猛 自带 有自带连击 然后全属性效果拔群 变身过后 还是有自带连击 自带会心 自带回避 没有什么好说的啦 如果队伍内有GIS的话 还可以高确立看破必杀 看不破的时候 我们就当作 没有看破必杀这条能力 刚刚好看破的话 就是一个 bonus 而且还可以回血 讲真的 这个就是今年 U-Out No.1的实力啦 非常非常非常的猛啦 所以就很值得 像我自己也是 花了400红币 把它给换出来 变成 导致我现在剩下700多颗龙币 哇 红币危机啊 现在真的是 OK 这边就是第三顺位嘛 然后再来第二顺位 其实大家也是知道 是什么角色的嘛 看到这边 就是七周年的两张 红神双人 跟超市双人 这两张的优秀 没有什么好说 看我现在大部分的 怎样讲 属性挑战 就是七周年来带队同关 就是 他的价值保证啦 然后 他们两个的短期火力 或者长期火力 都是非常的足 非常的优秀 可以组出来的队员 也是全部都超强力 虽然说 在未来如果 接着出卡的话 红神双人team 可能会比 超市双人team 来的更强一些些啦 因为大部分的角色 都是可以进入到 红神双人team 超越超级赛亚人的力量 这一条类别啦 可以囊括的角色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多啦 然后 超市双人 比较逊色的地方就是 融合或合体战士 推出的数量 因为 每年一次出啦 未必会 那么多嘛 嗯 然后 GT Hero 目前就是说 GT篇 没有后续了嘛 所以可以出的角色 可能比较有限一些些 不过 不能否认超市双人 去到其他人的 去到其他的队伍 做队员的时候的 强悍能力在那边啦 都是非常的猛的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一张 就是代替我们的全球活动的 L2 风格啦 虽然说他现在还不能换 虽然还不能换 不过就是等到未来可以换的话 绝对是要换下来的 超级强 可以为邪念波带来200%的队长技 然后邪念波入队 入那个队伍内 可以带来的那一个效果 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以做到 他暂时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这个L4 卡在1号位 然后L4在2号位 然后做输出 把攻防给叠上来 非常非常的优秀啦 然后队长技也是最强 最强悍之一 极细的队长技 因为极细的队长来说啦 目前 最强的就是 鸡牛跟这个L4格啦 所以就是 入手是绝对要入手 本身的火力啊 什么都是超级无敌的猛 嗯 那么这个是第二顺位嘛 第一顺位的话 其实也就 不用多说啦 所有人都知道的 到现在我在那边提到他 不用红臂去换那一位角色 根本就是BOKORING的事情啦 一直抽不到 他一复刻 绝对是马上跟他换出来的 嘿 就是我们的加利克报父子啦 之属的Begita父子 版本的答案啊 今年年度版本的答案 2022年实用度 No.1 老实说真的是无用之一 啊 全球活动出了4张新的L-O 都没有他这么来的强 嘿嘿 这个真的是最强队长技 最强的单体能力 本身的连击次数又高 防御力又猛 然后又有全属性 全属性Guard 欸 又自带会心 你要什么 他有什么 可以连击 可以会心 又可以全属性Guard 目前我们觉得 单体实力来说 有用的能力 他全部都有 哈 而且必杀上面有用的能力 无限叠攻防 他也有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 太大的缺陷 我看 直接一路这样用下去 大概可以有 当年利双人的那种感觉啊 联系自霸一两年这样子 然后等到一两年过后 就是关卡通膨到 他的全属性Guard 他的叠防速度 跟不上通膨的那个 加速的时候 他才会被淘汰下来 要不然的话 他一直都是可以达到一线上 然后他的队长计 亲子之叛 亲子之叛 未来篇 然后 赌上命运的决斗 那个X30% 这个200%的队长计 就是 也算是最强的队长计之一 像那个亲子之叛 里面的角色 有多么的多 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象了 只要是悟空 跟白吉他 大部分都会在里面 就是这么个样子 然后悟空跟白吉他的强度 大家都是不用怀疑的 未来只要是出他们 就是强 所以队员也只会越来越强 而且 将7周年的 红神双人 超市双人 超市双人 那个 呃 这一次 那个传将计的小鸟悟空啊 全部都是可以进他的队 虽然未必是 可以吃得到 那个200%队长计 就算是只有 170% 有他帮能卡在一号位 后面的好好的输出 都是够的了 还有就是 最新技场版的那个 乌犯嘛 白头发的那个乌犯 是吧 诶 他到时候出来的 清子之判 跟赌上命运决斗 这两条类别 也一定会有 因为 Cellumax的 那个 关卡里面 的那个Cellumax的 角色类别 里面有赌上命运的决斗 所以乌犯到那个时期 也是会有啦 所以 他的一个强力 未来会有的强力队员 我们已经可以预想到 也是可以入队 所以这个是 最强的队长计 最强的角色 哈哈 今年度啦 到目前为止 2022年 而且 我们的限定LL 今年的5张 已经出完了 然后他依然是最强 后面的 限定卡 要超越他 那么就是 会是很爆表的 UL卡 不过大概率 应该是没什么 机会 over过去啦 年年这样看下来的话 UAL角色要超越 限定LAL 是不太容易 就是说 今年度的No.1 要超越过 今年No.1的限定LAL 是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今年度 最强就是他啦 毋庸置疑 明年318 我们就 应该说 就是他的首次复刻的时间点啦 没抽到的朋友 就是准备好500颗红币 放着等 国际版的朋友 11月份 他就会出来 要抽不抽 就看大家自己 自己决定 可能就是 等到明年318 直接用红币换 如果是比较想要满 马上享受 就存一滴龙丝 直到时候 直接跟他抽出来 骂骂骂 大致上就跟大家来 稍微聊一聊啦 花了相当多时间啦 这个顺位 也只是按照 我是按照一些使用力 跟实用度来排啦 嗯 未必是大家心目中的那一个排位 但是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 5 4 3 2 1 好 就是这么个样子 给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那么 这一次的影片也就到此结束啦 希望有办法帮到大家一些些 怎样去花那个红币 在犹豫的时候有一个参考 这样子 那么 感谢大家的收看 じゃあ またね